从NCC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委陈耀翔手中接下奖状 中家宽评、双子星、庆联、吉隆、港督及常德有线电视 在NCC112年度有线广播电视系统经营者 制作推广地方文化内容节目 平和机优表扬会荣获五项奖项 其中双子星有线电视南岛印记节目获得特优 庆联有线电视沃克也行节目 吉隆有线电视基隆卫节目 港督有线电视听我说故事节目 常德有线电视真人图书馆节目获得优等 成绩相当亮眼 中家集团这一次在NCC举办的地方文化补助案里头 我们一共获得了五个奖项 包含特优 这也显示中家集团我们在全省各地的系统台 在地方的生根以及回馈箱里的部分多所琢磨 感谢NCC这次举办文化节目补助的计划 那双子星有线电视也非常的荣幸这次能够拿到特优 那我觉得我们这次会拿到特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题材 跟在地做非常大的一个连结 因为在台南市的安南区这次刚好是 今年是我们这个台江建庄200年 那建庄200年其实在我们地方是非常大的一个盛事 那双子星这次选定这样子的一个题材 那我想这个也让评者有感受到我们双子星 以及可能我们所有的业者在地方经营 跟我们这个社区服务的这一股在地的力量 这一次在基隆的基隆卫 还有我们台北的政院图书馆 获得了NCC高度的肯定 那我们也感谢NCC之外呢 我想我们长期经营地方的节目生态 还有对地方的关怀 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那也希望我们持续做下去 也希望所有的乡亲持续给我们的支持跟鼓励 谢谢 其实这一次透过做这两个节目当中 我们也其实也跟地方的文化工作者 跟文史团体有了更深一度的交流 那同时也让我们透过这个节目 把高雄在地属于高雄的历史跟文化 透过节目 透过我们去把它带出来跟观众分享 那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珍贵的过程 因为我们也把这个城市的记忆 不管它是技术或艺术 或者是城市的记忆的部分 我们都把它留下来 那也希望就是未来我们会一直这样走下去 那也谢谢NCC的肯定 今年共有19家有限电视系统业者参与评选 NCC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委陈耀祥表示 有限电视系统在地方扮演重要角色 因此透过评选及表扬 鼓励有限广播电视从业人员 持续创作 提升制作水准 推广地方文化 丰富有限电视地方节目 那各位都知道 有些电视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体 而且跟地方联解非常的密切 那在于地方文化的推广跟保证这一块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文化部呢 再来是负责整个全国的文化 国文化部它着重的作品 实在可以全国性或国际性的这个部分 那地方性的这个部分来讲 反而向海藏醒来被重视的程度 比较没那么够 所以我们在委员 尤其我们指挥专务委员的努力之下 希望透过有限基金的这种补助呢 可以在这个部分多加努力 所以因为我们有限电视基金呢 基本上都是补助比较是硬体的方面 这几年呢 我们的这个政策 可以看得出来一个趋势的改变 有在软体 也就是在内容这部分呢 希望各位多多的加强 那当然今天各位在场的 都是表现非常优秀的这一群 我们也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那明年呢 我们的那个报名是不是有23家嘛 明年有23家 那大家都非常非常竞争 越来越激烈了 大家继续努力加油 那在此特别代表NCC呢 跟各位至上歇议 也期许大家继续努力 中加宽评有线电视系统 长期以来秉持在地服务精神 深耕地方 这次获得NCC表扬 除了感谢NCC主委委员与评审们的肯定 也将持续制播在地化 优质节目发挥有线电视系统台的功能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